開始囉 希望今天至少要三位以上 新宮內資格賽準備 第一個提示 請看五秒 天酒 這讓我們想到的是不是一種 博弈類的東西 第二個提示 再看十秒 土豪漱口 土豪漱口 答案幾個字 兩個字 第三個提示 再看十五秒 婚宴高級羹湯 欲玩這麼快 我亂吃 妳發達了妳 我亂吃 答案是 是嗎 為什麼 我不知道 因為九頭包是不是 因為我覺得土豪感覺就很愛吃 這漱口為什麼是固體咧 魚刺 高級羹湯 妳要講的一個東西是什麼 它可以改 魚刺嗎 魚刺 魚刺 魚刺答對的嗎 我自己答錯了 對不起 我小心的 因為妳要想像我三次沒有 可以改答案嗎 因為還沒有揭曉 OK 天酒為什麼跟魚刺有關 天酒刺啊 我一個天酒牌 我一直以為 剛才講我 我以為想要天酒牌 就能誤導 我也是 對 我還想想麻醬麵咧 我說 對啊 然後第二個出現土豪漱口 我想說 什麼東西啊 對啊 你就 好了 孔雯 大家都聽到 問了就有人講 講鮑魚魚刺 對不對 好不好 冷靜 怎麼樣來三次 你也上過一次 他一次都沒上來 對啊 他一次都沒上來過 而且上一次還要帶禮物回家 對吧 有 謝謝 來 黃玉文的酒問和空內賽 請 黃玉文就位 黃玉文同學 四星大學新聞系畢業 學妹好 學長好 從黑社會出來 我還能夠洗心革面 這樣做一點 洗心革面 我覺得是人生很好的經驗 對 認識很多人 對 五分鐘 好 你是第一個走出來的 對啊 我相信你應該回家 高興個三天都睡不著了 超開心 沒辦法想像 對不對 好 今天即將看到 我們這一集 為你準備了夢幻大獎 請開門 看一下我們這一集 為你準備了什麼 一彎大獎有兩種 最右邊是我們的跑步機 看到了 然後後面是全自動的 氣泡水機 三萬大獎是 智慧破壁養生機 五萬大獎是 電動輔助的自行車 而十萬大獎 最後面左上角 迪士尼美宇親子居家 首選的誤動教材 好不好 請公佈他的第一條題目 量身打造 第一題 米奇小測驗 因為你的綽號叫Micky 米奇燒天燈 你在新聞播報當中燒過天燈 然後聽說隔了七年之後 再把天燈給燒 但是這次不是我的問題 是老闆 對 待會兒再告訴我們 這天燈到底是怎麼燒的 好 謝謝 米奇四有失 有三年了 具有West Level 3的證照 米奇為愛啟程 即將為愛啟程到新加坡 聽說 米奇戀愛達人 喜歡聊一些感情的話題 希望未來能夠 能夠解決人家的感情多分 對吧 米奇愛過節 你都是米奇啊 熟悉西方的節日 米奇說法文 米奇愛起司 現在是米奇怎麼了 米奇 沒有 沒事啊 你在巴黎待過三個月 對 待過三個月 然後你這個 你在澳洲餐廳工作的時候 需要幫人家搭配起司 對 因為四九四的工作 就是要餐酒搭配 我們要不要開始 先 戀愛達人好了 你怎麼會自取為是戀愛達人 其實是因為我本身還滿喜歡 研究星座 談戀愛 談戀愛也是啦 但是就是研究星座 然後身邊的人常常會問我說 你覺得哪一個星座跟哪一個星座 搭不搭 那你自己戀愛經驗豐富嗎 滿豐富的 我沒有意見的 謝謝 對 請你出題 根據日本身心科醫師表示 在下列哪一個時段 對象最容易 因為大腦判斷力下降 而答應告白 A 深夜 B 傍晚 C 五 後 好問題喔 我的答案是 B 傍晚 解鎖定 傍晚的時候 大腦的判斷力會下降的原因是什麼 我自己覺得 我是刪去法 因為深夜我覺得要睡覺前 大家就會想要趕快把答案 曹操臉聊事 就不想要聊那麼多 我自己覺得 然後午後因為剛吃飽 午後剛吃飽 就是 因為大腦 因為血流到 所以沒辦法思考是不是 對啊 因為沒辦法思考 所以判斷力下降 我自己覺得感覺傍晚的時候 那個氣氛也比較好 如果是在 在套中島 告白是滿笨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 就很熱啊 對不對 感覺 我們再講吧 不要 先洗個澡 幫你 很乾淨 很乾淨 先洗澡 對 你的建議很好 給她答對的舉手 一個都沒有 怎麼可能 林北征要舉不舉 要舉啊 陳蓮探 認同 就氣氛很好啊 王福利為何不舉 我覺得是午後 午後 對 原因是 原因是吃飽飯有沒有 然後 保暖 告白 吃飽飯不是想睡覺嗎 對啊 所以就好 那就沒有判斷力啦 就答應了 林逸玲怎麼說 深夜吧 大家不都說越夜越High 然後深夜食堂 深夜食堂 一直講到吃的 如果是大腦判斷力下降 一定是深夜 因為我每次在那個 睡覺前躺在床上 都會一直亂買東西 就是判斷力上下這樣 然後隔天早上起來 好 我買了這個這樣子 你看 詹姆士 這一定是有根據 一定是深夜啊 你看過哪一個電視電影 他求婚都是在晚上啊 沒有人在幫忙求婚啊 也沒有人在午後求婚啊 不好意思喔 我們講的樣子都很多 我們都有共識嘛對不對 誰選午後的 荒謬 只有你選午後 難怪你到現在沒結婚 請揭曉 只有一個人支持傍晚的說法 謝謝 所以電影都亂演是不是 好 很多人會以為說 這個深夜的時候 不是最容易覺得寂寞 覺得冷 就會容易接受告白嗎 但事實上 從我們的大腦活躍的程度 可以看得出來 當一個女性 通常在白天的時候 她的前額夜非常的活躍 所以這個時候 她保持著相當的理性 這個時候 就算她很想買的東西 她也可以忍下衝動 不會去購買 所以白天告白是最不值的 那麼到了深夜 的確 她好像變得比較感性 比較疲憊 但是這個時候 她的大腦也太過平靜 所以也不容易會接受 到是傍晚的時分 剛好她的精神還不錯 但是她的大腦 正在逐漸的失去理性當中 所以在傍晚的時機 跟她告白 或者是叫她購物 都最容易讓女性失控 而且你想 傍晚的時候 剛好有著夕陽 所以他們也建議 告白也有方位的 就是你要坐在靠西面 讓夕陽剛好在你的背後 更容易讓女生看到你 在看到夕陽的時候 情感充沛 就最容易會接受告白 來 第二題 吃得好 既然今天的主題 是跟吃得有關 愛起司 米奇 愛起司 請鎖定 根據醫學研究指出 CHIS除了可以補充鈣質 還有什麼好處呢 A 預防偏頭痛 B 預防抽筋 C 預防蛀牙 鈣質 我的答案是 預防蛀牙 C 請鎖定 我再偏頭痛跟抽筋再猜 妳直接猜蛀牙 為什麼 因為鈣不是 鈣質不就是要跟醋牙有關嗎 小時候不是說 不對 那是長膏 喝牛奶 乳製品不在嘴巴裡面 如果說沒有清掉 不是會發酸嗎 可是我就覺得 鈣質是不是跟醋牙 有關係吧 我不知道啦 我就猜醋牙 請 記下 起司可以補充鈣質 還有什麼好處 送什麼樣子 謝謝 我覺得整個有關聯 然後這個起司呢 除了可以幫助我們補充鈣質喔 而且它補充鈣質的能力 在小孩子身上 遠比在大人身上 還要再更明顯 同時它也有幫助 預防蛀牙的效果的原因 是因為它裡頭 除了含有鈣質之外 還有磷酸 那麼這兩種成分 也都是我們的牙齒 當中所含有的 但是你知道嗎 當通常我們吃完東西之後 特別是糖分 它在發酵之後會變酸 就會侵蝕到牙齒上面的 鈣質跟磷酸 所以當這個時候 我們吃一些起司 進去的時候 不但可以減緩 這兩種東西被腐蝕 再加上呢 其實它裡頭有豐富的礦物質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 分泌更多的唾液 去綜合口中酸性 如果你是吃這種 口感比較硬的起司 咀嚼的時間越長 就可以越幫助 綜合口中酸性 而且吃完之後 記得停半個小時 再去刷牙 才不會讓它的這個功效 被你刷掉 一萬在巷子頭 Yeah 說法文好了 請出題 請問法文說法 屁股坐在一團面上 翻成中文是想表達出什麼意思呢 A 好幸運 B 真倒楣 C 肚子痛 這個我知道 我的答案是 A 好幸運 崔崔 屁股坐在一團面上 法文怎麼說 我不會說 但是我聽過這個說法 我聽過這說法 因為法國人有很多 我用一些奇怪的東西 去描述一個情景 所以這個我曾經已經 我男朋友已經跟我講過 這個好笑的事情 應該是吧 請 接受 這說法文能不能才知道 對啊 其實法國有很多的諺語 都沒有什麼太明確的含義 那它都是一些 很奇怪的諺語 像是呢 你的屁股坐在一團面上 代表著好幸運 或是怪台前跑過了一隻岩鼠 代表著它鋌而走險 還有把膀胱看成燈籠 就代表你把事情 都想像得太美好了 來 第四題 燒天燈 來看一下 妳從做主播 到後來的七年後的 再一次的就地重遊 都把天燈在升空之前 燒掉的原因是什麼 我不是故意的 首先 就是第一次不小心的 可是第二次就是因為老闆 他在幫我們拍照 因為現在那邊很流行 就是你在放天燈的時候 店家就會幫你拍照 這是一個set 一個service的感覺 然後那個老闆就太開心 幫我們拍照 結果天燈 天燈就已經燒起來了 然後他才發現 米西沙里呢 請處理 天燈燃銷後 會造成龐大的垃圾量 那麼文化銀行就研發出了 環保天燈二點零 是將天燈的鐵絲架 如何改良呢 A 改竹材和醬糊 B 用麥桿取代鐵絲 C 改成回收紙漿 用 B 用麥桿取代鐵絲 米西沙里 米西沙里 對 妳在考慮什麼 我不知道 我覺得改成回收紙漿 好像滿合理的 妳是覺得麥桿取代鐵絲的 視覺上面比較合理對不對 對 我覺得好像比較 堅固一點 然後好像我上次去的 就沒有看到鐵絲了 所以妳揭曉了 所以 我也不是 知識答案就是 改成回收紙漿 上市在2019年 他們就發現有一些志工 他們到了這個 新北市常放天燈的住民景點 過了一個元宵節 現場居然可以清出 四十大袋 三百二十幾公斤的垃圾 裡頭九成以上都是天燈 因此後來就有很多的 這個團體他們就打算 要改良天燈 一開始環保天燈 1.0的時候 是用竹材跟醬糊做的 就在這個支架裡頭 那2.0的版本更厲害了 它的支架變成是可燃的材質 全部都是環保的 這個可回收紙漿 再生的紙漿 那只要當作那個天燈 升空到一定的高度的時候 就會整個天燈都燒掉了 所以它就不會掉下來 變成一個垃圾 掉在我們的山林裡頭 造成污染 恭喜得到一位 有一個智慧行李 漂亮 可以送什麼獎品給你 雖然死但真的死得開心 對不對 對啊 很開心 好 我們要送給你 記黃玉文的是 將助雨前 這裡也活力 進花藏 尊對男女夫只打造了 尊屬配方 頂級牛腔是萃取 提升保濕力 延緩肌膚老化 而且從素材的篩選 配方研製 一直到精華造的質感 講究每一個細節 帶來更美好的洗顏沐浴體驗 送給你 漂亮 恭喜 謝謝 來 第二回合的資格在 全明星空略模範身 招募中加入會員 讓你有鍛鍊籌碼的機會 在社會走跳 總要有一兩個意志題目 放口袋裡面 聚會聊天破冰 都是很好的幫手 不要再考慮了 按下訂閱的頻道 加上小鈴鐺 全明星動略 趕快來訂閱喔